大家好,欢迎来到DIY猎人频道 相信大家都遇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很多人的荧光灯在使用三年以上后 都会出现闪烁、不亮灯的问题 那么今天如果你跟着我的视频去做的话 不但可以解决以上荧光灯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每个月帮你省下一笔电费哦 让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是以十只荧光灯计算 每天开住8个小时 按一个月计算的话 大概是马币20元 换上LED灯的话 即可马上帮你省下一半只的钱哦 哇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必须准备这些工具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把相关电源关掉 然后我们把这只荧光灯 小心翼翼的把它取出来 接下来 接下来 用工具把盖上的螺丝松开 取出来 之后将盖子打开 之后将盖子打开 在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蒸馏器 然后将连接器的螺丝松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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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电线离在一起 之后再用黑胶布把电线包起来 类似这样子 在旁边你会看到一个启动器 把启动器取出来 把启动器取出来 然后将启动器上的电线给断开 再用黑胶布把电线包起来 再用黑色胶带包着断线的两端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盖子装回去 装上螺丝 锁紧 换上LED灯管 然后锁紧 现在我们来开电测试 大功告成 你已经成功转化了一支LED灯啦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及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